第八次江城會本來佔定六月底在臺北召開 但是現在傳出了兩岸對投保協議當中 部分的內容還是要再協調 所以可能要再延期了 原本預計六月二十八號將舉行的第八次江城會談 傳出可能延期的消息 都委會低調回應 由於兩岸針對投保協議當中 有關台商人身保護的規範 和第三方仲裁機制等問題 還需要進行最後內容和文字的處理 因此不排除延期 劉德勳表示 投保協議涵蓋P2P企業對企業的概念 加上中國大陸行訴法綱修正 對台商人身保護是否適用 雙方需要再檢視 也得考量和過去已經簽署協議的連動性 因此需要更多時間來磋商 至於大陸國台辦回應江城會日期未定 以台灣有救災的當務之急為由 陸委會則表示可以理解 雖然國台辦回應也是提及共事已經基本達成一致 何時召開還要再談 但陸委會也說目前未有切割投保協議和海關合作協議 分別簽署的計畫 第八次江城會也不會無限期延後 記者小城昌偉 台北報導